咱们今天呢 来说一桩啊 曾经轰动新加坡 轰动世界 当然也轰动咱们国内的案件 发生在2008年 什么时候呢 那年9月19号凌晨 一般情况之下到凌晨了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对吧 在那呼呼大睡了 但是有一人呢 下班晚凌晨才下班 在回家的路上啊 正好呢 路过新加坡顺义十一道 有那么一栋居民楼 在这居民楼底下 他呢就看见啊 在那个绿化带那 就绿植那 有一个黑影 就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看上去啊 有点像个人 要说起来 这一位胆子也是够大的 只要让我看见凌晨三井半夜 有一人躺路上 我得离得远远的 他呢 很好奇 就走近了 去看看吧 这一看 哎呦 给他吓的呀 一个女的 横躺在地上 浑身是血呀 一动不动 身上啊 看上去有好些个刀伤 于是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呢 赶到现场之后啊 经过一个初步的勘察 就认为 这受害人 应该是从这栋居民楼的 不定哪一层啊 掉到这地面上来的 而且 他呀 是身中多刀 你就看吧 每一刀那都是致命伤 如果说这女的是跳楼自杀的 那他不可能有这么多刀伤啊 更何况更残忍的 这个受害者的一个手掌 被切刷刷的 把手指头都给砍断了 不用说呀 这是凶杀大案啊 肯定就是发生在这栋楼里 于是 警察第一时间封锁这栋居民楼 然后逐层逐户的进行排查 一层一层的来到六楼之后 发现一户人家的门口 就在那门锁上 有好些个血 警察一看 应该就是这一户出的事 咚咚咚在那敲门 可是没回应 等了差不多将近一分钟 咚咚咚又敲门 这时候啊 就听见屋子里边 有个人发出声音来了 呃 是个男的 到底说的是什么 也听不清楚 可甭管警察怎么跟他说 就是不开门 现在情况是万分紧急呀 很可能在这发生血案了 这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受害者 有没有正在实施的犯罪 不好说呀 所以警方只能是破门而入 得亏那门啊 也不是多结实的 就木头门 在房门打开的一瞬间 还没看见屋里什么情况呢 这鼻子呀 先闻到了一股 特别浓烈的血腥味 看看这屋里边吧 太惨了 警察也是看得木凳口呆呀 这整个屋子呀 就跟用红色的油漆重新切过一遍似的 桌子上 沙发上 墙上 柜子上 哪儿哪儿都是血 警察看到此情此景 那也是倒吸一口凉气呀 那那男的在哪儿呢 没见着 这时候啊 就听见这房子里边 有水流在那儿 哗哗的声音 不用问呢 肯定是在洗手间呢 于是 到卫生间之后 果不其然 有一男的 在那儿很冷静的啊 特别若无其事的在那儿洗澡呢 男的身上啊 也好些个血 还没冲干净呢 不用问哪 刚才大开杀戒的 就是他呀 于是警方立刻将这个男子逮捕 这起案件 为什么当年也震惊中国 因为这个人呢 就是中国人 当年是42岁 他呢叫王志健 他洗澡的时候 就在他旁边地上 就是一把沾满血的菜刀 警方把他控制住之后 对这出租公寓 又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勘查 这套公寓呢 是一套三局势 发现呢 死的可不光是楼底下绿花袋 躺着的那个受害人 在这公寓里面 还有两具尸体 以及一个受了重伤的女孩 最终经过调查 当天晚上在这屋子里 一共就这几个人 王志健呢 把除了他自己之外的几个人 全都给砍杀了 关于新加坡 法治严厉这个事 大伙应该都有耳闻 对吧 各种各样的渠道啊 好多说新加坡 法律规定是怎么怎么严格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国家 三死一伤的一起 严重命案 可想而知 得有多大的影响力 死的三个人呢 有一对母女 这母亲呢 42岁 叫张梦 女儿呢 17岁 除了这对母女之外 剩下的那一死一伤 也是一对母女 母亲叫杨洁 36岁 受伤的是杨洁的女儿 李美林 14岁 后来随着调查的深入 这个案子呀 有好些个让警方都瞠目结舌的地方 有这么几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啊 第一个奇怪的地方 这王志剑杀人的时候 是赤身裸体光着身子杀的 那您各位说了 一个男的四个女的 这四个女的还是两对母女 什么关系呀 怎么这么乱乎呢 怎么还光着身子呢 您甭着急 咱们再来说第二个奇怪的地方 为什么会发生这起血案 是因为一个话题 什么话题呀 吃不吃螃蟹 为了吃不吃螃蟹 杀了四个人 是不是足够的荒唐 足够的奇怪 诡异 咱们把来龙去脉弄清楚了 其实也就不感觉诡异了 咱们先来说说 这起案子里边 当时这个屋子里边 四女一男 这五个人的身份 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五个人呢 都是中国人 到新加坡的墓地呢 有的是上学 有的是陪读 女儿那都是上学的 母亲那都是陪读的 42岁的死者张梦 是天津人 他呢 女儿17岁 女儿啊 到新加坡留学了 张梦呢就跟着去了 就当起陪读妈妈了 要说起来啊 这张梦啊 生活的那是比较开放的 在国内的时候啊 在男女关系这方面呢 就比较随意啊 很享受能够和不同男人 睡觉的感觉 他早就背着丈夫在外边 和很多男的都发生过性关系 发生过性关系的这些男人里面 最合他心意的 就是这个凶手 王志健 这俩人呢 早就是情人了 05年的时候 俩人就睡到一起去了 据说这王志健呢 爱这张梦 爱的都不行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爱啊 王志健的后背 还有他那隐私部位啊 都纹身了 纹的就是张梦的头像 俩人照理说 这感情应该是你浓我浓的呀 对吧 我愿意跟你睡 你也爱我爱的都不行了 但这时候呢 张梦的女儿得出国 张梦啊 就得陪着女儿出国留学 当陪读照顾女儿 王志健呢 是天津港务局 下设单位的啊 算是一个中层领导吧 他实在是舍不得张梦啊 跟其他女人在一块 都没有这种感觉呀 于是啊 为了能够跟这张梦啊 时不时的欢快那么一下子 王志健呢 就会不停的往返中国和新加坡 每一回只能签这短期签证 2007年呢 正好来机会了 王志健单位啊 可以办理提前退休了 就等于提前给你一笔钱啊 这就买断了 现在好些个单位不都这样吗 王志健呢 就办理了手续 拿到了40万的退休金 在那以后啊 王志健就决定带着这笔钱 我也到新加坡生活去吧 这样我就能跟我爱的女人啊 长长久久了 我们是朝夕相守 照理说 这情人终于团聚了 那应该是甜甜蜜蜜啊 那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血案呢 因为此时此刻的王志健也想不到 他去了之后 竟然会是那样 那是哪样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王志健呢 提前办了退休 拿到了几十万的这退休金 就去新加坡 跟情人团聚去了 王志健这一去了 张梦啊 就租住了发生血案的这个地方 左边是情夫 右边是女儿 国内也没跟丈夫离婚 反正就这么一种关系吧 人家过得还挺和谐啊 这张梦啊 性格特别强势 仗着王志健爱他爱的都不行了 所以呢 他对王志健那就跟女王似的 给他提了好些个要求 第一 王志健在家里只能待在房间里 不能随意走动 第二 如果女儿在家 王志健不能出自己的房门 上厕所 可以 你自己拿屋里一个桶 你在桶里边解决 第三点是最夸张 最匪夷所思 我排思不得其解 也不得不说这张梦的确是一个 很有个性的女人 要求王志健 在房间里面 只能赤身裸体 连内裤都不能穿 身上哪怕有一个布丝 一个布条子都不行 我随时见你的时候 你得是这种 这叫怎么说坦诚相见的 咱也不知道 这图什么呀 对吧 反正就这么着 王志健也都忍了 也都答应了 不过张梦租的这房子 它不是三居室吗 女儿一个房间 王志健一个房间 张梦呢 赶上想跟谁睡 就去哪屋睡呗 这么着 不就还空出来一房间吗 后来一合计啊 这房租也怪贵的 我再转租出去吧 于是就把空的那间房 租给了另外一对 中国来的母女 就是杨洁和杨洁的女儿 李美林 在杨洁母女住进来之前呢 张梦也没跟人家说过 这房子里边还有个男的呢 包括杨洁母女 刚住过来的时候 也没发现王志健的存在 但心里也感觉奇怪 为什么有个房间 老儿关着门 也没见那门开过 直到案发前一个多月 杨洁母女才发现这个秘密 哦 感觉那房间里边住着人呢 没有人身自由 不能走出房门一步 并且赤身裸体 身上连个布条都没有 王志健呢 人家曾经上班的时候 甭管大小人也是个领导 人还带着好几十万的退休金 哦 来了之后 供养这母女俩生活 结果给人憋屈成这样了 一个大男人 在这个家里边 一点地位也没有 哦 穿条内裤都不行 基本的自由也没有 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中 王志健呢 是越想越憋屈 同时这心理 他也慢慢扭曲了 甭管是谁 你在这种环境下边 他心里没法不扭曲 至于说过去对张梦的 那种无法控制的 不行不行的那种 哎 早没有了 没有了 正是王志健的这段经历 他的这心理扭曲的这个过程 才造成了后面发生的这起血案 案发当天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王志健呢 还是按照张梦的要求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对吧 在卧室里边赤身裸体 在那休息呢 这时候啊 张梦突然过来了 那什么 女儿想吃螃蟹 你立马下楼 买点上来做宵夜 这时候的王志健 心里一百个不痛快 这么长时间过这种日子 心里早有怨气了 哦 我带着钱养你们 我现在在这儿过得跟个奴隶似的 人别人家养条狗 还下去溜溜去呢吧 所以王志健呢 就反驳了一句 不是前几天才吃过螃蟹吗 况且 那么贵的东西 确实 王志健有点心疼了 因为来了没多长时间 四十万这都花的 没剩下多少了 其实更受不了的是什么呢 是张梦对他的这种态度啊 而王志健这话一说 张梦更受不了了 这个男人怎么能对我这个态度呢 平时对我言听计从 你竟然敢违背我的命令 这张梦啊 气不大一处来 破口大骂 哎呀 就挑那些最难听的 最侮辱人的话 骂 骂的这王志健是无地自容 找个地方都想钻进去 后来一想 不行 钻进去之后 那是人家五楼啊 虽然这王志健心里边不舒服吧 但是啊 他也不敢违抗张梦 也没还嘴 张梦呢 他老这么骂街 他也累呀 躺到床上 就睡了 这时候张梦 就睡在王志健身边 这卧室里边昏昏暗暗的 王志健 也睡不着啊 刚才气得这肚子都快炸了 瞪着眼睛 就在那望着天花板 这几年呢 他跟张梦一起的一幕一幕就跟放电影似的 又看了一遍 冲着这张梦一刀一刀一刀就砍下去了 足足 砍了四十四刀 这张梦睡得也是真慈 几乎是没什么反应就被乱刀给砍死了 王志健 这怒气还没消呢 接下来又拿着那尖刀 刺向了张梦的私处 那家伙 是刀刀残忍 刀刀狠利呀 此时的王志健已经沙红哑了 没有人性了 稍微冷静下来一点 突然发现卧室门 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打开了 有一人正站在门边呢 王志健回头 这么一看那人 一看王志健回头 蹭浪转身就想跑 王志健 两步就冲了过去 一把揪住了这个人 啪啪就挤刀 捅完了 王志健才发现 这个人呢 就是张梦的女儿 王志健捅了几刀 还不解气呢 我为什么把他给宰了呀 不就因为那该死的螃蟹吗 你怎么就非得吃螃蟹呢 一想起这螃蟹来 王志健对这个女儿 也恨得不行了 他嘴里边一边骂着剑啊 我让你吃螃蟹 我让你吃螃蟹 一边拿着刀 朝着这女孩 一刀一刀的看 此时此刻 王志健的身上脸上 都是血了 几分钟啊 两条人命就没了 这时候啊 王志健突然听见 旁边房间里有人说话 哎对了 对啊 这家里边还住着一对母女呢 杨洁跟李美林呢 一不做二不休 尽管跟你们没有深仇大恨 但今天晚上这屋里 所有的女人 你们都给我死吧 此时此刻 王志健 那就是个变态杀人狂魔呀 他呢 来到杨洁 母女的房门外边 咚咚咚敲门 谁呀 我 那这母女肯定得把门打开呀 一打开 抄起刀来就砍呢 杨洁呀 被王志健 逼得没有退路了 所以这才从窗户那翻了过去 刚翻过去的时候啊 用手扒着窗台呢 打算躲避王志健的砍杀 而王志健更狠哪 你不手扒着窗台掉不下去吗 拿着刀朝着杨洁的手指头 扒就一刀 把这几根手指都给砍断了 这才造成杨洁坠楼身亡 而李美林虽然也被砍了不少刀 但是最终啊 经过抢救啊 还是成为了这起案件之中的幸存者 砍完人的王志健 把人都杀了 也不着急跑了 他也知道跑不了 洗个澡 洗得干干净净的 到时候看警察来不来吧 来了我就跟警察走 要不来呢 我就收拾完了再跑 就在洗着的时候 警察就来了 把这王志健当场缉纳 在庭审现场 包括在逮捕他的过程之中啊 好多新闻媒体记者也都涌过去了 这王志健 让人感觉毛骨悚然的是什么 全程面带微笑 最终 按照新加坡的法律 王志健被判处绞刑 更诡异的是啊 压赴刑场的时候 王志健 还是微笑的状态 看见举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们 还在那招手跟大伙示意呢 相关的照片啊 我也会放到啊 咱们音频下方啊 您可以看看 行了 这个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不寒而栗的案子 就为您讲述完了 1928年5月11号这天 在美国加州的圣昆廷监狱 有大批的吃瓜群众 从四面八方赶过来 聚集在这里 他们专程来此 是为了观看一个名叫 克拉伦斯巴克凯利的罪犯 被公开实施绞刑 从20世纪开始 绞刑已经不多见了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绞刑 所以现场的人数 是非常非常多的 大伙都很好奇 这个绞刑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两年前 这位名叫凯利的28岁的男子 在一次醉酒之后 故意杀死了三个人 随后他就被送到了 美国加州的圣昆廷监狱 美国警方打算让他在这 接受死刑 在临行刑前一天 凯利在绞刑架旁边的牢房里 度过了他的最后一晚 第二天上午10点03分 绞刑正式开始 在两名刽子手的搀扶之下 他缓缓的走上绞刑台 这是一个高高的木质高台 在上面还竖着一幅绞刑架 绞刑架上垂落着一根粗大的绳索 很快这根绳索就被牢牢的套在了凯利脖子上 又被指挥着站在了脚形台中央的一块木板上 一切都准备就绪 之后刽子手略带生疏的按下了开关 只听扑通一声 还没等观众们反应过来 这个凯利就从那块活动的木板上掉了下去 脖子上的绳索被勒得笔直 随着凯利痛苦和扭曲的挣扎 这条绳索也在不住的晃动 但这样的晃动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短短几分钟之后 在10点16分 圣昆廷监狱的首席医疗官叫李奥斯坦利博士 他走上前来 用听诊器检查了犯人的心跳 正式宣布 这名罪犯凯利已经死亡了 那么罪犯死了 这瓜也吃完了 台下的群众一拥而散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 在他们离开之后 真正可怕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首席医疗官李奥斯坦利博士 命令手下把套在罪犯脖子上的绳索割断 然后把尸体推到了远离人群的一个小房间里 紧接着 斯坦利博士扒下了尸体的裤子 非常熟练的切开了他的阴囊 将死者的膏丸摘除了下来 然后他又把阴囊缝合 一气呵成 看起来非常熟练 其实 早在十年前 斯坦利就已经开始这么干了 在这十年里 几乎每一位死去的年轻男性 都逃不过要被切除膏丸的厄运 那么这个斯坦利博士 他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为什么如此变态的 非要切下来人家的膏丸呢 这些生殖器官被切下之后 又被用在了什么地方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这个斯坦利博士 他背后的故事 圣坤庭州立监狱 他坐落于美国西海岸 加州的圣坤庭市 这座监狱历史悠久 始建于1852年的7月 是全加州最古老的一座监狱 同时这个地方 也是加州的唯一的一个 可以对男性执行死刑的监狱 沈坤庭监狱内部 原本还有一座毒气室 用来执行死刑 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从1996年开始 毒气室被关闭了 从那以后 只能通过注射毒物 来执行死刑 在这座监狱里面 曾经关押过 许多恶名昭著的犯人 因此他自身 也是美国电影和美剧的常客 不过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角 他并不是穷凶恶极的犯人 而是监狱当中的一位医生 他叫李奥斯坦利 不过虽然身为圣坤庭监狱的首席外科医生 但他的所作所为 却一点都不像是一名医生 反倒更像是一个恶魔 1886年 斯坦利出生在俄勒冈州的布纳维斯塔市 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医生 因此受父亲影响 他打小的志愿 就是紫城副业 跟父亲一样 成为一名优秀的乡村医生 斯坦利也的确很努力 由于学业十分出色 在青年时期 他就顺利的考上了库珀医学院 这个库珀医学院 也就是现在著名的斯坦福医学院的前身 在医学院发奋学习 毕业之后 因为没有合适的机会 斯坦利决定暂时留校参加工作 并且渐渐的和自己的秘书擦出了火花 最后结了婚 不过婚后的生活是非常窘迫的 医学院微薄的薪水 并不足以支持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他一直以来的愿望是开一个诊所 就像父亲一样 但很可惜 目前的条件他无法满足 不过生活很快就迎来了转机 在1913年 加州圣昆廷州立监狱开放了一个外科医生的职位 斯坦利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高兴 立即前去应聘 而对方一看 斯坦利学习优秀 又是高材生就欣然答应了 但实际上 圣昆廷监狱并不知道 斯坦利的确很优秀 但也仅仅只是在理论知识上是比较优秀的 他没有任何的临床经验 这是监狱方面所不知道的 而这一年 斯坦利只有27岁 全新的生活 让斯坦利以及他的妻子非常兴奋 不过在来到圣昆廷监狱之后的第一天 他就被恶劣的工作环境给吓坏了 这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这座监狱当中的空间都非常狭小 牢房脏乱差 囚犯之间相互传染疾病 黑人 白人 印第安人 全部都被胡乱的关在一起 甚至男性和女性也全部都混在一起 如此肮脏混乱的环境 让斯坦利恶心坏了 从那之后 他的心里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念头 他决定 以后一定要改变这种恶劣的环境 给这些罪犯们提供一个相对卫生的住所 但不巧的是 这段时间 监狱里正在爆发传染性肺结核 于是他赶紧向监狱长请求 给自己和妻子单独建立一个肺结核的隔离治疗病房 当末了这病房建起来了 他的妻子却在治疗过程当中 不小心染上了肺结核 最终在1926年 医治无效 死在了监狱当中 妻子的不治身亡 让斯坦利十分悲伤 但也更加激励他 要变革监狱的医疗体制 要改变监狱环境的决心 于是他开始苦口婆心的向监狱长请求 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医院 理由是用来研究抗击肺结核的新型药物 最终在他的积极申请之下 1932年 监狱厅监狱把所有女性囚犯 全部转移到了加州女子监狱 之后在1934年 在原来的女性囚房位置 新建了一座监狱之中的医院 而斯坦利本人 更是直接搬进了这座医院里 顺理成章的直接接管了他 此时 他的妻子已经离开了人世 他没有了家庭的困扰 没有一儿半女 这让他得以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家新的医院当中 而在成为了这所医院的首席医生之后 斯坦利的熊熊野心也开始逐渐的显露出来 其实这盘棋他早就开始下了 当初他之所以提议要建立这家新的育中医院 表面上是为了研制新的药物 但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要搭建一个全新的监狱医疗体系 当然这个说法是往好听里说 说直白点 他希望以医学的名义 对这些犯人进行生理改造 或者说对他们进行大量的人体实验 这样的想法对斯坦利来说 其实并不突兀 他的确是一个优秀的研究者 对医学的确是热爱的 但这种热爱似乎有点上头 可以称之为狂热 我们曾经说过很多这种 对医学充满了狂热 充满热情的医学狂人 其中有不少 他们甚至会拿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 就比如不久之前 我们说过的LSD的发现者 阿尔伯特霍夫曼 再比如很久很久之前 我们说过的喝下霍乱病菌的佩腾阔夫 再比如给自己做世界上 第一例心脏导管手术的 沃纳福斯曼 这些人 他们献出了自己的身体 为现代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相对的 还有一些医学狂人 他们胆子没那么大 不敢拿自己做实验 于是呢 就在别人身上做实验 我们今天的主角 斯坦利 他就是其中之一 前面也说了 这斯坦利 他只是理论学的非常棒 没有任何的临床经验 但他对医学的狂热呢 又是少有人能企及的 那现在在这个监狱医院 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面 在没有更高水平的人指导的情况下 斯坦利的野心就开始膨胀 再加上医院的脏乱情况 一直都是他的一个心病 因此在这些原因之下 他希望去控制 这座监狱当中的 所有的医疗情况 他觉得现在的自己 不应当仅仅是一个医疗者 同时也可以是一个 对这些邪恶的罪犯的管理者 眼下这个新的医院 对斯坦利来说 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也许找遍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找不到比这个监狱里 更加适合做医学实验的地方 更何况条件和设备都十分的成熟 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早在之前 斯坦利就不止一次的 向监狱长表示 监狱里所有的囚犯 对他们的待遇 都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所有犯人必须吃同样的食物 住在同样的环境当中 从事同样力度的工作 他这样的提议表面上 好像是为犯人着想 想禁止一些不平等的对待 但实际上不难发现 他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 这些各项外部条件都一样了 他研究起来也就方便多了 不用考虑其他的外部因素了 有利于跟进他的实验的进展 而且除此之外 这个斯坦利 他其实跟希特勒一样 一直都相信一个歪门邪道 他相信优生学理论 那这个优生学理论 虽然如今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它是一门伪科学 但在上世纪初期 这门学科在西方社会 其实还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赞同 这个优生学 主张通过人为的改良人的遗传因素 从而使其产生更加优秀的后代 但另一方面 优生学却忽视了人的生物多样性 并且衍生出了各种涉及种族歧视 对残疾人 以及先天不足等病人的歧视 那这个斯坦利博士呢 他恰恰就是一位非常坚定的 优生学理论的支持者和种族主义者 他始终认为 纯种白人男性数量的下降 会导致整个国家的道德水平的下降 而斯坦利当时 他之所以会有如此深厚的种族主义观念 其实跟当时的社会背景有非常大的关系 从1881年到1920年 在这段时间当中 受第三次移民大潮的影响 整个美国的人口猛增了2300万 这其中大批人口是来自欧洲的 那么这些欧洲人带来了技术财富 同时还引发了许多社会性的讨论课题 在这其中就包括了种族理论 以及优生学理论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 最优良的人种 比如日耳曼民族 或者一些古老的北欧民族 才具备生育资格 其他人种 尤其是黑人 根本不可能生育出来高素质的后代 更别说是混合交配 或者是不限制其他人种的繁衍后代 他们认为这些交配方式 一旦盛行 会使美国走向毁灭 尤其在当时 大部分囚犯 都是白人以外的其他人种 比如印第安人 黑人 以及少量的黄种人 因为在种族歧视 种族迫害的那个年代 白人因为犯罪进监狱的情况 是很少的 除非是那些穷凶恶极 犯下滔天大罪的白人 才有可能会被关进圣昆廷 这样级别的监狱里 所以说监狱里白人很少 尤其是圣昆廷监狱 那更是如此 但如此一来 这就会给斯坦利一个误导 他会更加坚定的认为 你看白人现在果然比例少了 他就更觉得 保证白人的血统的纯正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要运用 毕生所学的这些优生学知识 给监狱当中的男性 来一个大清洗 而在历史当中 最极端化的 做过类似事情的 优生学的案例 那肯定是纳粹德国的 种族大清洗 当时的纳粹分子 大肆宣扬亚利安人 种族的优越性 并且声称 亚利安人理应统治世界 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 只能接受他们的统治 或者逐渐被淘汰 于是在二战期间 纳粹以优生学为信条 对犹太人 斯拉夫人等等 施行了残酷的 种族灭绝政策 不仅如此 他们对本民族当中的 老弱病残 也采用安乐死的方法 来进行淘汰 那些人当中 很多都被他们 当成了人体实验的素材 我们之前专门讲过 在这儿不再多说 但在这儿我们要说的是 和纳粹的直接了当相比 斯坦利医生 他的研究方向 就显得奇葩的多了 他主要研究什么呢 研究人的回春之术 这个回春之术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男性同胞们 估计一听这个名字 会感觉非常美好 可能会浮想连篇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其实跟我们想的 它并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斯坦利 他面对着整个监狱的 男性囚犯们 究竟干了哪些 丧尽天良的事情呢 到这儿 其实这高潮才刚刚开始 上回咱们简单介绍了 斯坦利博士的大概背景 说斯坦利是一个 严重的种族优化主义者 因此呢 他的研究课题 叫做回春之术 这项研究名字听起来 那好像很容易 让人浮想连篇 尤其男同胞们 肯定会有一些 很美妙的想法 但是啊 如果您再仔细看看 这个回春之术的 两个主要课题 肯定就不会这么想 这个所谓的回春之术呢 他研究的主要就是俩东西 一个是绝育 一个是生殖器重组 听到这俩词 肯定大伙就不会感到美妙 这生殖器重组 可能都没听说过 但这个绝育 不用说呢 也知道 古代那太监们都得绝育 当然那太监不光是 这个绝育 而且觉得特别彻底 整个命根子都给切除了 但通常情况下呢 男性绝育 仅仅指的是 切除这个输精管 说白了叫结杂 另外这个生殖器重组 这就有意思 在这个斯坦利医生看来 男性的高丸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只要把年轻人的高丸 移植到老年人身体里 那么这个老年人就能够返老还童 重振雄风 这是他的想法 当然现在看来 这个观点呢 让人啼笑皆非 不过在当时啊 这样的观点 其实很流行 因为当时这个美国白人 面临的这个局面呢 在上半截咱也说了 那有越来越多的有色人种 移居到美国 这导致美国白人的比例 越来越小 那么长此以往 美国的白人就可能会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为了防止这样的现象出现 对有色人种 提倡绝育的呼声 在那个时候 其实是非常高的 另一方面呢 美国中产阶级白人 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那么鉴于这个情况 很多的老年白人男性 就非常渴望能够通过某些手段 来让自己返老还童 就算不能真的说年轻几岁 至少在这个性能力上增强一些 那也行啊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养育更多后代 以此来保持白人种族 所占的这个比例优势 而斯坦利 他作为一个种族主义者 他更是觉得 白人种族老龄化 以及白人群体男性活力的降低 会导致美国整体的道德水准降低 并且他深深的担忧 说那些白人以外的种族繁衍的速度 肯定会越来越快 并且给整个社会带来大量的坏的基因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他认为通过将老年白人返老还童 把其他的种族实施绝育 这样的话能够减少社会的犯罪率 在这些因素之下 他就决定立即展开有关绝育 和生殖器重组的实验 这个理论上 说完了 但是呢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啊 尤其又是在这个下半身动刀子 而且监狱里边关的 那都是穷凶恶极的罪犯 要么杀人的 要么放火的 都是恶徒啊 那如何让这些坏蛋 全都听自己的话 上自己的手术床呢 你别说这斯坦利还真是挺聪明 他想了一办法 什么办法呢 首先 他温水煮青蛙 在这个监狱方面的配合之下 开展了一系列的 有益罪犯们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 经常举办一些这个活动 什么运动会啊 体聚表演啊 变装秀啊 等等这些 这些活动呢 对罪犯来说 毫不疑问 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因为原本监狱里边 哪有这活动啊 就死气沉沉的 人们互相之间 看谁都跟着杀父仇人似的 每天活得很抑郁 不高兴 但现在呢 斯坦利牵头 破天荒的在监狱里边 举办了这么多的有意思的活动 那这就把罪犯的积极性 都给调动起来了 这监狱里边一下子就变得活跃了 斯坦利自己呢 也经常的跟着罪犯们互动 有意无意的拉近距离 那么时间一长 很多罪犯真的 就对这个斯坦利放松警惕了 并且逐渐的开始 跟他打成一片 那在取得了这些犯人们 他们的信任之后 斯坦利也开始露出了 他的真正的面目 他开始以这个为社会 以及为下一代做贡献的名义 大肆宣扬绝育的必要性 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加州呢 自愿绝育属于合法行为 所以说他得想办法 让这些罪犯们 自愿的来做绝育 他自己肯定是不能强迫的 给做绝育的 那这样违法 所以当时 他就跟这个犯人们宣称 说这个绝育啊 不会影响你的性生活的 而且呢 可以让身体更健康 更有活力 并且还能够增强你的性能力 他起初光这么说呀 肯定没人搭理他 因为谁都不想说 自己这个命根子上 给动一刀怎么着的 都感觉不靠谱 但后来呢 这斯坦利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他说 如果有人愿意 成为我的这个实验对象 来做这个绝育 那么你就能够得到更多的食物 以及更好的狱中待遇 这更好的待遇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待遇的确是非常诱人 说这些罪犯啊 每个月 可以带一位白人女性 来到监狱里边 斯坦利呢 会专门给他们开辟一个小空间 给他两小时的时间 在里边循环作乐 把这个条件 对那些天天在监狱里边 观着接触不到女色的犯人们来说 毫无疑问 具有十足的诱惑力 所以在这些诱惑之下 联蒙带骗的 截止到1940年 有超过600名罪犯 在他这 接受了绝育手术 不过我们要说的是 此时 斯坦利他的这个绝育手术呢 其实还处在初级阶段 他仅仅只是跟我们刚说的一样 切除了这个输精管 俗称结杂 单纯的断绝了生育能力 还没有发展到后期 动不动切除膏丸 没到那种极其残忍的 那个变态的程度 因此呢 当时很多犯人 才会愿意去冒这个险 因为他们的确身体上 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 这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 另外呢 还有一点原因 这个原因啊 其实咱们听起来都会感到非常的荒唐 什么原因呢 当时啊 在斯坦利的鼓吹和洗脑之下 这些罪犯啊 竟然对那套所谓的优生理论 竟然有了一些想法 开始渐渐的相信了 他们觉得 自己身体里边这个犯罪的基因 这坏的基因 会遗传给下一代 他们也担心 担心说万一自己的孩子 跟自己一样变得特别坏 一样会违法乱纪 被关进监狱 那也不是好事啊 所以当时 很多罪犯出于这样的考虑 他也去做了这个绝育手术 那当时在这六百多名 接受绝育的罪犯当中 最著名的一个案例 他叫詹姆斯沃森 这个人啊 是个十足的一个大坏蛋 有个外号叫蓝胡子 他干了什么事呢 可不得了 他曾经有22任妻子 还把其中的7任妻子 给残忍杀害了 最最终 因为重婚罪和谋杀妻子罪 在1920年被捕 最后被移送到了 盛坤廷州立监狱 但当时谁都没想到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 穷凶恶极的一个变态杀手 他竟然是最早的一批 接受斯坦利的 绝育手术的受试者 手术结束之后呢 他在监狱当中 也没有什么不良表现 挺乖的 甚至对这个斯坦利啊 是言听计从 所以斯坦利呢 很喜欢他 于是不久之后啊 他就被斯坦利打造成了 一个绝育模范了 甚至把他呢 提升为了自己的医疗助理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 这个蓝胡子詹姆斯沃森 他的情况 给其他罪犯 确实起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带头作用 其他罪犯一看 连这个十个不赦的 这个大坏蛋 他都接受这绝育手术了 甚至因为表现良好 还被升格成了医疗助理 那自己肯定也没问题啊 所以很多罪犯 都开始踊跃报名 也因此 短短时间当中 600多名罪犯 接受了绝育手术 不过呢 我们要说啊 这绝育只是第一步 毕竟大多数罪犯 最终还是要重新回到社会的 那么如何保证 他们不再犯罪 不再威胁白人的人身安全呢 为了这个问题啊 斯坦利可谓是用尽了心思 冥思苦想之后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 他认为 拥有丑陋的外貌的人 往往会因为自卑 走入歧途 最终犯罪 那这个观点一出 好多罪犯都遭了殃了 因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斯坦利开始在医院里面 开设了整容项目 让大量的罪犯 接受整容实验 你想他这么一个 从来都没有过 整容的经验的人 尝试着去整容 这后果可想而知啊 一时间有很多罪犯 因此毁容了 不过呢 在经历了无数个失败的案例之后 最终呢 他倒是也成功了 后来他把其中一个成功案例 写在了自己的书里 这原文是这么写的 为绰号为狼的囚犯 做了整容实验 修剪了他畸形的耳朵 重新调整了鼻鼓的位置 终于他变得不再像狼了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真正的人类了 所以说 很明显当时呢 他正在对很多犯人进行着 修这 调那 这样的整容手术 那么整容这个项目结束了 就算完了吧 不行 还没完 整完容之后呢 斯坦利又萌生了一个新的点子 他认为 切除线体 将会有效的抑制罪犯的犯罪欲望 于是很快 越来越多的这个参与实验的罪犯 失去了他们的甲状线 前列线 甚至是膏丸 那么打这开始 这个切膏狂膜 算是正式的成名 当然这个切膏狂膜 这个膏 是膏丸的膏 但我们要说的是 以上这些 对斯坦利之后的座位来说 其实那全都不叫事 为什么 因为斯坦利马上又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 也就是之前咱们提到的生殖器重组 说如何把老年男性 他们的往日雄风给重新振作起来呢 斯坦利一开始也很迷茫 直到有一天 他看着自己手里边切下来的一堆膏丸 心里边渐渐的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他就想 为什么不把这些年轻犯人的膏丸 移植到老年犯人的体内去试一试呢 你想 一般的男人只有两颗膏丸 如果两颗变成四颗 或者变成八颗 那会不会效果更好呢 于是乎 臭名昭著的线体复兴实验 拉开序幕了 然而实验的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起初斯坦利 他只是简单粗暴的直接把这些被割下来的膏丸 移植到其他罪犯身上 但毫无疑问 效果不尽人意 强烈的排斥反应 再加上各种简陋的条件 导致不少罪犯 直接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太监 于是渐渐的斯坦利吸取教训 当时呢 他受到了同时期的一个法国外科医生 叫瓦尔诺夫 受到他的影响 发明了一个改良版的技术 这个技术有意思 把膏丸研磨成牙膏一样的这个胶状物质 然后把这些胶状物质用针管 注射进罪犯的腹部 靠近这个膏丸的位置 结果万万没想到啊 他这种胡乱的操作 竟然有用了 那接受这个注射的犯人啊 变得生龙活虎 好像任何时候都有用不完的劲 而且在这个性功能上面也有了些许提高 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 莫过于一个叫做马克威廉姆斯的一个老年人 1918年 一个名叫弗雷德米勒的黑人青年 在加州遇害 他的尸体长时间没有人认领 于是后来被送到了圣昏廷州立监狱 成为了斯坦利的试验品 那斯坦利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了 于是就把这个死者的高丸 移植给了一名72岁的老年犯人 他就是马克威廉姆斯 这个马克呢 身患多种老年疾病 痛苦不堪 但是呢 在被注射了这个黑人青年 他的高丸之后呢 好像他真的 这个马克就恢复了很多 那根据当时这个护士的报告 说马克的双眼开始发亮 身体机能也逐渐恢复 每天都生龙活虎 那这成功的案例一出来 这可好了 这消息传出去之后啊 圣昏廷监狱里边最抢手的东西 原来是香烟 现在已经不是香烟了 也不是女人了 反而成了高丸 但这高丸这产量实在是有限啊 只能从这个死刑犯的身上切下来 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这斯坦利呢 联蒙带骗 让那些接受绝育的犯人啊 也都把这高丸一起切下来了 来于是当时就出现了 咱们最开始说的那一幕 一旦看见可取的高丸了 赶紧就冲过去 给他切下来 切膏狂膜 名副其实 而且让人震惊的是 这些高丸 不仅仅要用在监狱内的其他囚犯上 就连监狱外的一些老年白人 也都闻讯赶来 排着队的高价购买 都想冲振凶风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 斯坦利他又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找了一堆猪啊 牛啊 羊啊 等等这些动物 把这些动物的高丸切下来 作为替代品进行实验 于是一时间 整个监狱里边到处都弥漫着这种雄性生殖器官的味道 在斯坦利的理论当中 他认为人之所以会犯罪 并不是因为人的性格和外在因素 而是由其内在的生理因素决定的 他认为人自身的内分泌失调和腺体失常 会让人产生犯罪的冲动 这才是人们铤而走险去犯罪的根本原因 也正因如此 他才希望通过对这些人的生殖器的改造 来重塑他们的道德标准 让犯人们不再犯罪 这是他的这个初衷 而且这个斯坦利呢 多说一句 他呢 其实是一个坚决抵制同性恋的这么一个人 他认为同性恋是变态的 是不合常理的 是缺乏男子气概的 同性恋者 他认为都是正常家庭的隐患 是社会毒瘤 因此他长期专注于对同性恋的生理改造 说白了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同性恋绝育 因为他觉得只要做了这个书经管结砸手术 同性恋的心理就会慢慢纠正过来 当然他这个想法后来被他自己的实验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现在呢 随着时代变迁 我们也知道 他肯定是大错特错了 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 我们也在逐步的去接纳他 在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啊 就在斯坦利乐此不疲的搁着高丸的时候 美国当时爆发了珍珠港战役 斯坦利被正招入伍成了军一 在战争结束之后 所有的人都批判希特勒 以及他万恶的种族主义 那么自然而然的 斯坦利最依赖的这个优生学理论 也成了当时最邪恶的话题 那斯坦利的实验生涯也因此就画上了句号 后来根据统计 在圣坤亭监狱的医院工作的将近40年时间里面 斯坦利监督执行了大约150次死刑 曾做过超过1万例的高丸注射实验 而斯坦利自己呢 可能也是人在老年之后啊 幡然醒悟 对自己之前的主张啊 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罪恶感 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 总而言之呢 斯坦利在晚年主动接受了绝育手术 他的一生也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退休之后 斯坦利在一艘游轮上坐起了船衣 靠岗了就旅旅游玩一玩 没事呢 去写写回忆录 在1976年自然死亡 终年90岁 那么纵观斯坦利的一生 我们当然会感觉这是一个恐怖的医学狂人 当医学狂人和错误的优生理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就是斯坦利 实在是太过害人了 而进一步思考 这项实验的可怕之处 也不仅仅在于斯坦利的疯狂实验 更在于这40年间 斯坦利竟然没有遇到过丝毫的阻碍 犯人们在他的实验当中是知情的 监狱方面也是知情的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要阻止斯坦利的实验 这才是最为可怕 最值得思考的地方 当然 如果我们说斯坦利的一生一点贡献都没有 那也是不对的 因为斯坦利的实验在一定程度上 的确开辟了重振男性雄风的可能性 正因为他的实验 后来其他的医学专家们研究出了世界上最畅销的性功能药物之一 万艾克 说白了 就是伟哥 如果没有他之前的这些研究成果 可能伟哥也不会那么快就被研制出来吧